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看破方向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帮助你看破 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你要把原因找出来 真正不得力的原因 我们读经文法 明白一点 明白怎么样呢 不肯去做 也就是听经文法了 看破一点了 看破一点不肯放下 你这个功夫就止于这个地方 不能再向上提升 原因在此地 你懂得一点 你立刻就做 就做到 你就放下 这个放下了 又会帮助你 更深入一层地去体悟 所以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 不可以 执着在一笔 执着在一笔就坏了 看破多少 就放下多少 放下多少 一定帮助你 这个更深一层地看破 这样辗转 相辅 一直到如来究竟过位 你要说 菩萨用什么方法修行 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这是从总的原理原则上来说 放下由于看破 看破由于放下 第四尊 菩水供殿诸海神 这一尊菩萨德号里面 这个水供殿诸海神 这个水供殿是云泽的意思 宫殿是慈悲加持的意思 这一部经上前面宫殿说的很多 宫殿的意思 是慈悲 富裕 富是什么呢 盖富 我们住在宫殿里面 可以遮蔽风雨 这是覆盖 保护我们身心的安稳 鱼是养鱼 所以宫殿有富裕的意思 水当然是发水 发水自运 扑是清净平等 那么这一尊诸海神 清净平等心 光施发水 富裕众生 取这个意思 所以名号里面 完全是度化众生的意思 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自他不二 所以度化众生就是真正度自己 如果没有利益一切众生的信 自己是决定不能得度的 原因在哪里 母值破不了 一切时一切处 齐心动力 我的利益摆在地位 总想着自己 你去想 这个母值是多么的坚弱 母值不破 决定不能够处理轮回 纵然你一生 断悟修善 你所感到的果报 也不过是三三道而已 不能超越六道 你要是造卧业 那决定度三个道 所以佛菩萨教我们 念念想一切众生 不要想自己 齐心动念都是利益广大众生 这个名号里头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尊 第五尊 吉祥宝月诸海神 吉祥 前面 曾经多次读到这个名号 那么也许同修当中有信赖的 前面没有听过的 吉祥这两个字 中国人 常常挂在口边 吉祥这两个字 怎么讲法 这个一定要清楚 简单的说 你应该得到的福 你得到了 这是吉祥 不应该得到的 你要得到的话 就不吉祥了 就不是吉祥了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在一生当中 我们在一生当中 所获得的 所享受的 都是我们本分应该得到的 这个叫吉祥 凡是非分 你想获得 必定有灾祸 所以古时候 人见面的时候 这个恭维的话 都是吉祥 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说 与因果相应的 这就吉祥 善因一定得善果 我因要得善果 那就不吉祥了 善因一定得善果 宝月都是信德的比喻 月光明 光是清凉 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吉祥宝月 这个意思就深了 意思就广了 我们自己 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教化别人 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这一句话里面 简简单单的说 善因一定得善果 凡过来 我因一定有我报 善因善果 这是吉祥宝月 所以德号里面 是劝勉我们 断悟修善 吉公雷德 你所享受到的果报 就像清凉宝月一样 第六寸 庙花隆吉 诸海神 这个名号 我们一看就明了 菩萨 菩萨以无碍的辩才 应激说法 能读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 妙花 妙花就是妙法 唯有佛法才成妙 龙是比较变化 这个变化 在菩萨身份里面来说 随类现身是变化 随己说法是变化 这个都是龙的 表这个意思 吉也比 比这个高显的意思 古时候 女子缩头发了 都头发缩得高高的 称为吉 那么在这个一个人的身份上 这是最高的地方 用这个字来比喻 来形容 菩萨教化众生的身份上 非常方便 我们今天讲 高明极了 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高明 第七尊 菩萨 菩萨光为诸海神 吃是不好吃 永远不会失去 光在此地是智慧 味是乏味 是平等 在四宏事业里面 第三句说 发门 发门无量是也许 扑持 得无量发门 那么现在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总是提倡 一门深入 这个一门深入 跟光学多文 这里面有没有矛盾 特别是对于初学的同学 尤其是初学的知识分子 今天听到我们讲 一门深入 他摇头 这一步经 怎么能成就 这一句名号 怎么能成功 他怀疑 他不相信 他想到 佛法应该也同事法一样 要光学多文 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佛说的那么多 我们当然要多学 这个话说的没错 事应当要光学多文 那么现在 为什么不准你 广学多文 叫你一门深入 这个道理 你懂吗 广学多文的条件 是智慧开了才行 你智慧有没有开 你没有开智慧 没有开智慧 怎么办呢 断烦恼 那四宏实验 顺序不是这样的吗 先叫你发心 要你发度众生的心 众生无病 是愿度 要发这个心 为什么要发这个心 这个心是菩提道上 勇猛精进的动力 你没有这个心 你修行会懈怠 懒散 不能成就 所以那是个动力 世间人的劳动 推动它的是明力 佛法里面 明文力 一样通通血气掉 什么力量推动它 愿力 什么愿力 普度一切众生的愿力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发 不发这个心 决定不会有成就了 我们这个大厂 居士领耿进总学会 这些领导人 都是虔诚的佛弟子 他们不要明文力 为什么一天到晚 全心全力 在这里推动佛法 就是愿力 所以 愿力推动你 头一个要断烦恼 为什么呢 有烦恼就没有智慧 烦恼断掉了 智慧就现前了 你才能学法门 所以现在叫你 硬门深入 用意在哪里 断烦恼 没有别的 你现在要广修多闻 只会震掌烦恼 震掌邪击 永远不会开悟 叫你硬门深入 定心嘛 收心嘛 你不会胡思乱想 齐心动念 在硬门上 容易得定 所以这个硬门深入 是断烦恼 烦恼断了 智慧现前了 才能够学法门 那个学法门呢 给主说 是长智慧 不识长佛学 如果你烦恼不断 你广修多闻 你天天震掌是什么 佛学 佛学懂得很多 说佛学呢 是恭维你好听 清凉大师 就一点都不客气了 清凉大师说什么 正掌邪迹 他不是讲这 掌佛学 掌邪迹 所以四红十月 佛已经把修学的顺序 阶段告诉我们 我们从哪里下手 怎么个学法 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 在这一生当中 四红十月 只要修前面两条 后面两条 放门无量誓愿许 佛道无上誓愿成 到极乐世界再办 你看看 多神四啊 四红十月 现在完成一半 到西方极乐世界 完成后一半 我们修净宗是这个做法 越是专精 越容易成就 我们才真正能够得 一心不乱 得功夫成品 决定 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好处 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我在此地多说了 第一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无量受 广学多文 有的是时间 时间长得很 有的是修学的好环境 西方极乐世界 祝上山人 聚会一处 你看看 古大德 祝节 无量受亲 祝节 阿弥陀心 上山 是指什么人 等觉菩萨 就上山 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 本觉菩萨 无量无边 跟这些人 天天在一起 哪有不长进的道理 所以成就快速 你要问 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不会退转 天天跟等觉菩萨 在一起 想退也退不下来 他们提现你 他们帮助你 又活宽 每一天 去供养 社方 祝福 又是这个佛报 多大 我们供养 一尊佛 都供养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天天去供养 社方 社方佛 一尊佛都不漏 寄供佛 当然听佛说法 每一天 接受社方佛的教诲 所以那个地方 成佛快 一生就成就 这是他方世界 所不能够相提 扑持广位 智慧乏位 第八尊 宝焰华光 诸海神 宝 是值得 信的 信体 信得 信用 这都是宝 印 在此地 也表智慧 佛经里面 金刚表智慧 光明表智慧 火焰也表智慧 宝焰 两个字 合在一起 就是自信 本具的智慧 那么我们很明显地 看出来 看出来 这个智慧 神智 化光是全智 化标阴险 通常在大乘法里面 化标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 七密 五条 都是四项 不失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都是这样的思想 墨后一条 这是波罗 是智慧 波罗是礼 它不是四 礼一四 要云荣 这才称波罗密 离根寺分开了 那就不叫波罗密 所以我们现前 许多人所修的这个六度 实在讲的是 六种福不能称为度 怎么不能称度 不失度 经验贪 我们还有没有贪心 还有没有经验的念头 如果还有经验的念头 还有贪心 天天修布施 没用啊 没度你啊 你没得度啊 没有度 那个布施变成什么 变成佛报 三界有漏的佛报 为什么没能度得了呢 布施里面没有智慧 没有薄弱 布施里头要有薄弱智慧 那就得度了 把你的金银碳布施掉了 这才叫布施波罗密 波罗密是凡语 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 最适当的说法呢 翻作圆满 就近圆满 你的布施做得就近圆满 那么到梵文字面上的意思翻 古人把它翻作 到彼岸 也也好 到彼岸呢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到家了 功夫到家了 所以到家也是圆满的意思 那么吃戒 吃戒是个修行的方法了 目的是在哪里 目的是在断物业 不达身口不造物 念头的 物念都没有了 以什么为标准呢 舌相为标准 舌相是身口一眼 这个食物完全转成实战 谁能做到究竟圆满呢 如来古地上圆满 所以我们常常看佛像 一般是画的佛像 画的佛像 这个佛光 圆光 通常圆光顶上 写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多半是梵文献的 也有华文的 这三个字念了 翁阿吼 什么意思呢 三是身口一三页清净 翁是身 阿是口 轰是意 身口一三页清净 时善做到圆满了 所以你看看 时善是触发心的人 确定 到如来古地上 才究竟圆满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没破 他第三页不圆满了 所以在华严经上 等着菩萨没有离开 初心菩萨的行门 初心菩萨 修世善 无界世善 等着菩萨 还是修无界世善 这个华严里面讲的 一切一切一切介意 任何一位都圆满寒泄 一切味 行事出 行不不爱渊荣 渊荣不爱行不 行不是次第 渊荣是没有次第 次第跟无次第 是融通的 那么这个称之为 不思议泄脱境界 那么在次第 这个花代表菩萨无量的法门 意义法只要与宝业相应 宝业是般若智慧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相应 那行星都放光明 这个光 这个光就是任何一个刑法 你都做得非常圆满 值得大家赞叹 值得大家向你学习 行星放光 都一定要记住 菩萨星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 包括我们一生所有的活动 第九尊 金刚妙极 都还是 金刚在此地 是知智慧 跟前面 陈金刚床诸海神 名号的意思相同 跟前面 跟前面一尊 宝业华光 珠海神的名号 一区 大同小异 金刚就是宝业 妙极就是华光 差别 当名号上不一样 一定有差别 这个地方差别就在妙 什么叫妙 不着相就妙了 不着相就不妙了 换一句话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无疑不是菩萨星 这个过去我们讲的很多 任何一种事情 都与菩萨六波罗咪相应 这就是菩萨星 那我们要问 我们喝茶 吃饭 相不相应 相应 不当喝茶 吃饭相应 你喝茶 每一口茶 都是六波罗咪 你吃饭的 每一粒米饭的 也居足六波罗咪 然后才知道 确实其心都灭 也居造作 哪一个心不是菩萨星 哪一个法不是菩萨法 哪一个法不是菩萨法 庙在这个地方 以吃饭的时候 能吃 所吃都不可得 虽不可得 还照样吃 不是不吃 到时候就吃 这里面通通都显示 空有两边不住 这才叫妙 那极就是高明 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是妙极之夜 所以我们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要用智慧去观察 然后我们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 也就是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应该怎样工作 过佛菩萨的生活 做佛菩萨的工作 佛菩萨做些什么工作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一丝毫没有改变 那才叫妙 为什么以前 那就不妙了 以前你不明白 不觉 以前你的生活工作 这里头夹杂着 妄想分别 执着 那就不妙了 那是反复的生活 现在你的生活工作里面 已经远离 妄想分别 执着 那就妙了 佛菩萨跟反复差别 就在这一念之间 这一念转过来 超凡如胜 转不过来 生死凡夫 顶多在佛门里面 修一点福而已 所以从前 李宾老常常劝人 修佛改心 说在这个改心 就是改变你心里面的想法 看法 你要改变 我们想法 我们想法 看法 错了 依照佛在经典上 所说的 那是正确的 我们来做一个转变 这是真正的设复 那么这是金刚妙极 汉的意思 末后一尊 海潮 雷因 诸海神 这个名号 是行人 诸佛菩萨 为一切众生 信身说法 不设时机 应该在什么时候 实现 所以所谓的 实戒因缘 实戒因缘到了 自然就实现 实戒因缘不成熟 不会实现 海潮 比喻是有一定的时候 到长潮的时候 一定长潮 他不会错误的 不该长潮的时候 决定不会长潮 所以 这个经论里头 常常用海潮音 来比喻 佛菩萨说法 说海潮音 说法 不设时机 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法 一定就跟你讲 实戒因缘不成熟 决定不熟 海潮喊的这个意思 这里面也包括 有很多现身 雷音 雷音 这个意思 也很多 前面也曾经介绍过 主要的 主要的 雷音 能够 震动人心 能够 坚决 世人 比喻 如来 说法 能够 震动我们 无时接来的 迷惑 我 去这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雷的声音 愿文 比喻 如来 说法 因身 并虚空 发解 机缘 成熟 都能够听闻的 每一个人 机缘 都不相同 所以诸佛如来 讲经说法 不但在理上说 从来没有见断过 四上 一发如实 过去 过去 智者大死 讲法 化金 他老人家 入定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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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 见到 释迦牟尼佛 在林旧山 讲法 他还听了一咒 出定之后 告诉别人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讲法 花金的法会 还没散 这是一段什么事情 现在 现在科学家 现在科学家讲 时光 道流 科学家懂得 他们肯定 这个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同时存在 过去 现在 未来 同时存在 这是科学家 发现的 但是 不知道 怎么样 回到过去 不晓得 怎样 走入 未来 现在 没办法 我们 佛家 用禅定 的 这个方法 禅定 里面 没有戒心 这个时空 打破了 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 走入 未来 那么 智哲大师呢 那就是 回到过去 智哲大师 那个时代 去释迦牟尼佛 一千多年了 他回到过去 如果观察到 未来 那就 现在所讲的 预言 确确实实 能够看到 几千年以后的事情 也能看到 几千年 以前的事情 可以参与 可以参与 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确实很有道理 还超雷音 说明 现身说法 不涉及 如果 如果诸位 真正发现 一心想到 那就是张家大师讲的话 我们一生都受佛菩萨照顾 自己不要操一点心 瞬间密经 都是佛菩萨 陀上安排 我们会在生活里面 会在经验当中 长生欢喜心 长生感恩待得之心 蒙诸佛菩萨照顾 世界因缘成熟 我们的心愿 就能够现成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这个求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 未必有感应 为众生 为佛法 常驻世界 那诸佛菩萨 怎么会不加持你 怎么会不满你的愿 你没有得加持 愿望不能对心 这是实戒因缘 没成熟 我们自己应该认真 路里修学 路里修学了 消除业障 是因为自己有业障 是因为自己有业障 我们求不得有业障 业障消除了 有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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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消业障 改过自信 我们的过失 我们的过失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这过失 妄想分别执着 里面最严重的 是非人活 贪嗔嗔痴吗 自私自利 这个最严重 知道这些过失了 确定把它改过来 我们业障就消除了 然后又求别执 那么这个都是海潮雷鹰里面所含的意思 含义实在是无量无边 说之不尽 如是等二位上手 其诉无量 这一句是这一段里面的总结 参加华言海会 主海神无量无边 谢意如来功德 大海充满其身 这是叹德 我们应当要学 他们每一位都以如来功德大海 充满其身 如来功德大海 就是法性大海 智慧 智慧 德相 广大 无尽的 智慧在这里面讲的很多 德相 德相 德是德能 我们今天讲的能力 万德万能 相是四相 能性种种相 能以种种种法 能说种种法 那是德 能性种种相 这是相 智慧 智慧 德相 深光无尽 充满其身 我们这个神 也能得到 问题 我们会不会学 怎么说法 依照这社会上手 名号功德 就行 我们读了 听了 要把它做到 变成自己的 智慧 的能 那就是充满我们的色神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